Hello 大家好 我是Ja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各位朋友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它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 每个人的现状跟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取 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 就可以了 那请记得 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这些讯息 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真的面对 或未来会预见的一些状况 在我的频道 我会建议你参考你的 太阳 月亮 上升 经济之外 你也可以不需要局限任何的星座 或者是星盘的位置 你可以点选 特别有感觉标题 或其他的星座影片 顺从你的直觉 或跟随宇宙的指引 我相信在其他的影片 也会有适合你的讯息 等待着你去挖掘 那我的影片呢 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 什么时候看见 就是最适合的时间 非常欢迎你 前后推敲两到三个礼拜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 来到我的频道朋友们 那请注意啦 本频道呢 是非常讲究灵活 运用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 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呢 在排卡解读的过程当中 这些相关状况原事物 事件感受形容词 要请你能够自行灵活运用 去做一个替换 因为我没有办法具系迷移 去形容到每一个人的状况 但我会尽可能地 去跟你说明举例 让你能够了解 这个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 会按照排阵跟排阅去解排的人 我是按照自己 对于能量场上面的感知 身为一个传讯者 去转化为文字 让你能够了解其中的内容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请进入到 今天的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哈喽大家好 我是Jen 非常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呢 在进入能量运势排卡解读之前 有一个好消息 想要先跟大家分享 也就是我们2024年的 宇宙小学堂基础养成班 即将开始正式招生了 那如果你想要来学习 宇宙法则以及自我成长 希望能够转化自己的思维 能够突破限制性的框架 以及信念 甚至呢 想要摆脱这些 重蹈覆测的 旧有的模式以及习惯 那你就非常适合来参加 我们的宇宙小学堂咯 那我们这一次呢 终于要来举办 宇宙小学堂的线上试听课程 那时间会定在台湾 台北3月10号的晚上8点整 那呢 在这个试听会的过程当中呢 你可以来体验 我们怎么样来参与 学堂里面的课程内容 那详细的参加办法呢 以及连结都在 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欢迎你想要来参加 我们试听会的同学 可以点开我们的连结 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 有其他任何的问题 也非常欢迎你来信到我们的客服信箱 那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进入到这一次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哈喽天蝎座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Ja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天蝎座的朋友们的 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我们一样呢 会有12星座的开场讯息 提供给大家作为 生活小贴士的参考 好吧 首先呢 我个人会感觉 天蝎座的朋友们 你们最近呢 可能会特别喜欢 大理石花纹的东西 比如说大理石的一些壁砖 可能你们家最好 最近刚好在换什么瓷砖 等等之类 或大理石铺木的一些 比如说服装 或者是一些 画等等之类的 我会觉得 这个纹路会特别为你带来 一些蛮平静的一些感受 那所以呢 我觉得你可以 这两到三周呢 特别去 接近这样子的材质 或接近这样子 类型的这些饰品 我觉得可能都会对你有帮助 好吗 OK 好 那第二个 要给这个天蝎座的朋友们的 开场讯息是 我感觉这两到三周 天蝎座的朋友们 会特别喜欢吃一些 就是 就是 那叫什么 肠子类的东西 比如说香肠 卤大肠 然后或者是 大肠包小肠 类似像这样子 就是你最近对于 这种类型的食物 特别有感觉 OK 好 那第三个呢 要给天蝎座的朋友们的 开场讯息是 这两到三周 天蝎座的朋友们 特别适合 这种祖母绿 或者是深墨绿色 这两个颜色 都蛮适合你的 那有一些人呢 你们可能最近呢 在佩戴的一些水晶饰品 也可以尝试 用这样子的东西 那如果你有绿宝石的话 或者是 你有一些祖母绿的 这种 那叫什么 玉手环啊 我感觉这两到三周 你都会特别 对这样子类型的饰品 会受到吸引 OK 好 那我们就准备 要来进入这一次 你的双周能量运势排卡解读了 首先呢 这两到三周 你的挑战排卡是 钱币国王 那这三组能量排卡 分别是 过去现在 未来的能量场 在我手中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世界是 影视排卡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天使跟宇宙 有什么样的讯息 希望透过我来传递 给天蝎座的朋友们好吗 请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去感受 你的能量场上面的 呈现跟细节 OK 请消耗哦 OK好 我感觉 天蝎座我朋友们 这两到三周 不好意思 我还是有点感冒跟咳嗽 请大家见谅一下 就是我觉得 这两到三周 你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千万不要 因小失大 OK好 或者是你觉得 哪有怪怪的地方 就是事情 有点不太对劲 我觉得你的直觉 会很准确的告诉你 你一定要有所警惕 那你不用担心 我没有要吓你 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 要发生 这边最主要的 就是我感觉 有一些人 他们会律师小会吗 或者是可能想要 走一些旁门走道 或走后门的一些小关系 可能想要来 促使你 或诱惑你 或者是来影响你 这个部分 我觉得你没什么 太大问题 但是我要提醒你 更可能会有这样的状况存在 OK好 来 首先你的挑战牌卡 是钱币国王 我把它放在现阶段的能量场 等一下一起对应 来做一个说明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抽到的是这个圣杯一 抽到的是钱币女王 抽到的是钱币四 OK好 这张牌卡 同时在你过去的能量场当中 我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 在跟你过去 交手有一个相关状况的人说 因为我感觉 这一次的能量场 比较像是一个小众的 天蠍座的朋友们讯息 当然你们也可以截取 你们适合的这些讯息 作为一个参考 我觉得有一个人 或者是有一个很明确的 什么样的合作的一个关系 就是他会捧着 满满很大碗的 就是让你会觉得 很有吸引力 会来到你的 在过去能量场的 这个状态里面 甚至这个人 可能会说出一个 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比如说条件 或者是开出一个 就是你觉得意想不到的 这些你想要的 这些 我觉得条件跟 什么说呢 诱惑你的一个东西 他不一定要是一个 比如说我给你两百万 他可能会跟你讲 我给你一个头衔 或者是我给你一个 比如说什么名分 类似像这样 就是识的东西 虚的东西 也都可以 反正他就是会拿一个东西 看似好像来诱惑你 而且我觉得这个人 很聪明的是 他会一直跟你合作 就算你拒绝他 他还会再来 你呢 好像就是他的那种 就是终极目标 反正他就是冲着你来的 他不管是要来讨好你 诱惑你 或者是来就是 促使你接受他的要求 反正这个人 就有点像是 打死不退的一种感觉 也不能说他死缠烂打 就是他好像把你拱在天上 但是我会告诉你 天蝎座朋友们 他之所以为什么来找你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 就是他很清楚知道 他自己的弱点 比如说假设好了 这个人就是像 你看 这就是一条蛇 拿着一个钱币来找 这个钱币女王 然后这几个人 都跪下说 拜托你 接受我的这些请求 这个人呢 我觉得他为什么 很清楚知道 他自己的弱点 假设我举例来说 你的一个同事 他可能就是知道说 要做一个案子 我在行销方面 可能很不好 我要找天蝎座朋友们 来帮我做 这个行销公关的工作 类似像这样 那我呢 就可能做一些 其他简单的 好处理的文书工作 这个时候 他就有点像是 把你拱上天 天蝎座朋友们 你上次做那样子 很棒耶 主管都怎么样 怎么样等等的 之类的 你帮我做这个好不好 他很清楚知道 他自己的弱点在哪里 所以他知道 他要去找一个 在这个位置上 这个就是你 在这个位置上的 强者 就是你 你要来帮他 比如说 天蝎座朋友们 如果你这次帮我 我下次就怎么样 怎么样 这个就是为什么 这个蛇 咬着一个钱币来找你 拿到你的面前 给你看 OK 他有求于你 所以他当然会跪下来说 麻烦你 来帮帮我 天蝎座什么等等之类 所以他很清楚知道 他的短处在哪里 他要用的 就是你的长处 OK 所以这个人会带着 满满的诚意 所以我会特别提醒你 如果他有点甜蜜语 或者是说了天花乱醉 我觉得你就听听就好了 OK 听听就好了 你要做的是 去看清楚 为什么他有求于你 这个是在过去的能量场 还有一件事情 我个人也会感觉 他其实很清楚知道 你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如果不讨好你 如果不去提出 或给予你一些你想要的要求 或者是条件的话 没有办法打动你的 那这边还有一个小众天蝎座位朋友们 他不一定是要打动你 或者是一定要跟你合作 他有点想要安抚你 OK 有点像说 天蝎座位朋友们你好辛苦 上次那个案子真辛苦你 来 这边是炸鸡 这边是珍珠奶茶 这边还有那个什么饭后小蛋糕 类似像这样 这个人他会用这样子的状态去安抚你 我个人会觉得他别有用意 但是我觉得这个安抚你的状态 也是有点像是在跟你打好一个关系 所以我觉得这边来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我就尽可能讲给亲戚座位朋友们听 所以你可能要比较能够去搞清楚 这个人来找你的这个目的到底来者何以 我觉得这是过去 你要特别注意的 那来到现阶段这个能量场呢 你抽到是宝剑9还有宝剑7还有女王牌卡 OK 这三张牌卡在你过去的能量场当中 你注意看 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太担心你 我比较担心那个人 因为这边很有趣的是 这个宝剑7加宝剑10中间少了一个 我可以告诉你一下 这个虽然是宝剑10 可是它是9个宝剑在这里 其中一把宝剑在你身上的 所以我们就把它当做宝剑9 这张牌卡很有趣 就是宝剑7宝剑9中间没有宝剑8 像真的意思就是说天蝎座的朋友 你不会受他这些无聊的计量 你就瞎了眼 或者是就真的相信他了 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觉得 你就好自己稍微小心一点点 这样就好了 OK 因为宝剑8呢 你不会受困在擦这种 就是什么无聊的什么话术 或者是什么计量 或者是讨好的这种关系 你反而会觉得说 你要给我吃这个东西吧 那不吃白不吃 我就把它收下来 你要对我这么好是吧 那没关系 不拿白不拿 你就对我好吧 OK 我反而会觉得 在现阶段这个能量场 你因为很清楚 所以你不会受困在其中 OK 反倒是你手上拿着这一把宝剑 让你很清楚 在这样子的状态 这些人到底要来找你 做些什么事情 OK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 你可能会注重两点 第一点 你觉得如果这个人 你觉得他别有心机 或者是想要从你这边 拿些什么东西的 你一定会很明确的告诉对方 而且你也会看在眼底 所以这个你就不用太担心 我觉得你自己是明眼人 OK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觉得你也不会让对方 对你有点像是说 过分的予取予求 不是说他对你好 你就一定要回应 OK 这两点 我觉得在你现阶段的能量场 应该是蛮明显的 然后来到这个女王牌塔这里 我个人会感觉 你自己的小日子 过得挺滋润的 所以就算是 这个跟你交手相关重要人数 他不提这些东西来 比如说送你 迎合你 讨好你 其实对你来讲 根本就没什么太大影响 你自己过得可乐的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你的挑战牌卡 是钱币国王 你注意看 这个钱币国王跟钱币女王 其实他们是一对情侣 一对couple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已经受到这样子的诱惑 或者是这样子的讨好的一些行为 这为什么会成为你的挑战牌卡 就是你看 这个国王 他是恶狠狠的定着 这个人拿来钱币 到底是什么样东西 他并没有伸手去拿 OK 这个钱币国王是没有拿在手中 所以你的挑战就是 你在这两到三周 你要搞清楚 什么该拿 什么不该拿 什么该答应 什么不该答应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这个就是钱币国王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你要搞清楚 这个来者和人 他们到底的目的 跟用力是什么 因为在未来 你抽到是 这个恶魔牌卡 抽到是这个钱币逝者 抽到是这个 这个战车牌卡 OK 这三张牌卡 在你未来的能量场 我会告诉你 大部分的天蝎座人 在这边 你可能就喊停 或者是搞清楚 也跟对方说清楚 讲明白了 那如果你没有通过这个考验 你不小心 头就是给他洗下去了 这三张牌卡 是给那些头洗下去的 这个天蝎座人 你们做一个参考 好吧 那其他的天蝎座 可以作为一个警惕 OK 意思就是说 你就必须跟这个人 纠缠在一起 你还得付出这些东西 重点是 你还不得不上 这一个战车 得需要去擦屁股 这件事情 OK 所以 这就变成是说 你千万 不要 就是怎么讲 掉以轻轻 你一定要搞清楚 它是什么来历 当然如果对方是好意的 是善意的 当然你可以接受 我刚刚在讲的这些过程当中 就是你身边会有一些 就是 这些无聊的人 这些 有点猫腻的东西 这个你就特别注意了 那在未来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 是这个影视牌卡 这个影视牌卡 其实给我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能量 影视牌卡象征的意思是说 你就算不用别人 你可以召开你自己的道路 就是意思是说 你还是可以照料你自己前方的道路 去做到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OK 那这条蛇是金黄色的蛇 而且它是无限循环的 象征的意思是说 你是自给自主的一个状态 你不需要别人来满足你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张牌卡其实要给 如果你有走到这边的这个 天蝎座的朋友们 你开始知道了 什么东西该拿 什么东西不该拿 这有点像说 你拿人手短 吃人嘴软 就有点类似像这样 所以你开始 应该说意识到一件事情 我为什么会拿这个东西 我为什么会想要这个东西 因为我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来到未来的时候 你开始当说 原来我应该要先自己创造这个东西 所以相对这个人 在拿这个东西来诱惑我的时候 对我来讲就没什么了 你懂我意思 你就不会轻易收到动摇 这个就是你增长智慧的人生课题 在这两到三周 OK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宇宙的验证牌卡 好吗 那宇宙验证牌卡 我会借你 不管是新朋友或老朋友 都可以来看一下 因为宇宙验证牌卡 会来验证我刚刚所读这个能量场 也会来告诉这个天蟹座的朋友们 哪些有一些症结要点 那你一定要特别注意 好吧 OK 好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过去的能量场 好吗 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说到是保剑一跟保剑四则 我跟你讲 你可是双刀流 就是左右手都拿着两把刀 所以我才会刚刚跟你讲 你这把剑 其实从现阶段能量场 就已经拿着 在过去的能量场当中 你只是没有亮出来而已 OK 好 来 这两张牌卡 在过去的能量场 要告诉天蟹座的朋友们的意思 就是说 当别人拿出一把剑的时候 你也可以手上拿一把剑 你知道吗 但是你不用去搞一个drama出来 你能够去understanding 就是你可以去理解 对方为什么要亮剑给你看 天蟹座这对你很好 天蟹座你来帮我这个忙 天蟹座你觉得要不要跟我们合作呢 对方亮出他的宝剑 你手上有一把 所以你不会数他的 所以你不用害怕 OK 所以在你不用害怕的过程当中 你不用缴获进去 他写给你的这个剧场 你不一定要去演 他要你演的那个主角 最重要的是一件事 就是你拿出来亮相 并不代表说 你要跟他 比如说来个切磋 或者是要来个你死我亡 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当对方拿出这样子的状态的时候 你可以告诉对方 这些东西我都有了 那你要不要直接告诉我 你来找我合作 你来跟我示好 你来讨好我是为了什么 OK 所以这样的状况的意思就是说 在过去这个能量场了 如果对方就已经这样子说了 我个人会感觉 你可以跟他担当直路 我会觉得 比较不会浪费你的时间 我真直白的告诉你 好不好 OK 那来到现阶段能量场 你冲到的是政策牌卡 还有这个钱币5 OK 来 这个钱币5 其实说实在就是为什么 我刚刚会跟你讲 这个人很清楚知道 他自己落点 他为什么要来做这件事 这个钱币4加钱币女王 象征就是钱币5 OK 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假设在这边 你的安全感不够的 这个天蝎座的朋友们 就是insecurity 就是说 我刚刚有讲 在最后这边 我跟你一个结尾 为什么你会受到动摇 为什么你会受到诱惑 那就是因为那个东西你没有 所以那个东西对你来讲 看起来很可口 OK 相对在很可口的状况之下 你就会很冲动的冲出去 你就会骑着这个战车冲出去 那你未来这边 就真的不得不 真的是要硬着头皮上了 OK 所以这两张牌卡 其实是要告诉那些 在这边 你可能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关卡 你会走到这里的天蝎座的朋友们 其他的天蝎座 我有跟你讲 大部分天蝎座的朋友 是很清楚的 你不会让自己受困在这个状况当中 所以你没有保健吧 OK 相对的 你知道什么该拿 什么不该拿 所以这两张牌卡是给 你可能会投洗一半的那一群 天蝎座的朋友们 你就会进入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OK 那在未来这个状况当中 你抽到又是一个钱币二 那这个钱币二 其实象征的就是一个稳定度 OK 这就是为什么 我跟你讲 如果你这边搞不太清楚 这个钱币是什么 你要付出的代价就在这里 那相对的这些东西 后续东西 你也要去处理 OK 所以来到这边的现阶段能量场 就变成说 你要能够去稳固 这些你愿意接受 可能要去收拾的一些状况 这个就是来到 这个未来能量场 再告诉你 如果你自己过稳固 其实你不会受到外在的 这个环境 或别人的这些状况 而轻易动摇的 OK 天蝎座的朋友们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课题 有一些天蝎座的朋友 因为我觉得天蝎座的朋友 都是蛮聪明的 我也不是说 为什么你们比别人会耍心机 我跟你会感觉 你那种小猫腻 在天蝎座的眼里 是不可能逃出 他们的手掌心的 所以我会觉得 这边可能是给一些 还就是 比较冷一点点 天蝎座的朋友们 你就要特别注意 后面这些后续的状况 那比较有 事事有经历过的 这个天蝎座的朋友们 你就要看清楚 这些人到底 狐狸里买什么药 OK 好来 最后一张 我们来看看 天使跟宇宙 有什么额外补充讯息 要给天蝎座的朋友们 OK 好来 他们说 你注意看 这张牌卡 就是说 你能够在这边 我这样给你看 这是一个月亮 这个有点分上下半场的 天蝎座的朋友们 他们叫我这样解释 来 这边是上面 这边是下面 OK 来 这边你注意看 这个月亮 是高挂在这边 稳稳的在这边睡觉 他们要我跟 天蝎座的朋友们讲 你之所以没有受到 这些影响或诱惑或讨好 那是因为 你自己一直都坚持 在你自己的轨道 所以你就可以安稳的 高枕无忧的 在这个上面 挂这一轮名誉 OK 那另外一派的 这个天蝎座的朋友们 变成是 你在这个路程的过程当中 还有蜿蜒曲折的课题 要去做一个学习 OK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必须要慢慢经历过 这个学习的时候 你才会找到 这个出口 OK 那这一张牌卡 其实最重要是要告诉 天蝎座的朋友们 一个讯息 他们要我跟你讲一件事 就是不经理一事 不长一智之外 还有一个特别讯息 就是要告诉天蝎座的朋友们 在我们要前往 我们自己的理想的道路 或梦想的道路上 我们中间过程当中 一定会遇到一些 这些妖魔鬼怪 人鬼蛇神的 都会有的 OK 有人会对你好 有人可能也会对你不好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你是必须要走到 这里的天蝎座的朋友们 请你不要觉得自己很衰 或者是自己怎么那么背 他们说 如果现在你不摔这一跤 你以后会摔得更凄惨 所以呢 这个有点 只是想让你小事伸手 让你知道有些东西该碰 有些东西不该碰 所以你要引以为继 OK 好 那以上呢 这个就是要给天蝎座 这一次的双中能量运势 排卡解读啊 我觉得这边能量很明显 分为就是两种 不同派系的 这个天蝎座的朋友们 但是呢 我觉得最后 他们说的这张排卡 也没有错 有些时候呢 错误其实就是 让我们来学习一些 我们该学习的课题 所以我个人会认为 我不会定义它叫错误 而是在这个中间过程当中 我们因为犯了这个错 可能有所领悟 所以它变成我们的养分 也会让我们在未来的时候 更清楚自己要做出 什么样的选择 好吧 好了 那以上 这个就是要给天蝎座 这一次的双中能量运势 排卡解读 我希望天蝎座的朋友们 在这边做一个选择 跟筛选的时候 要擦亮你的眼睛 好吧 OK 非常感谢 天蝎座的朋友们 来收看我的影片 也希望你会喜欢 以上就是今天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我希望其中有一两句话 能够帮助到你 这就是我最想要做到的事情 当然 如果符合你的故事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我都会尽快去回复你们的讯息 那我是Jen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